这个从礼拜六的晚上开始平安月正式登场了 在这个平安月的里面呢 很多人觉得说这么是鬼门开 是不是所有的鬼都跑出来了 其实有没有鬼是一回事 但是平安月就是气氛之下 难免会让人家再挖出前知名制作人 这个玫瑰之夜最轰动的鬼话连篇 鬼话连篇那个时候这个单元收视率是最高的 非常高 最高有多少 播人头鱼那个照片的时候是SRT11.5 11.5 这比楚留香少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刚好中秋节嘛 楚留香好像是60%是不是 是啊是啊 那你要不跟我们分享当时最轰动的集合 好哦 我这一次特别来分享就是一个 就是当时我们播出红小女孩之后 有观众他亲自跟我们讲说 他是亲眼目击红小女孩的真实案例 那时候我们节目有一个 就是008的单元 他寄过来 他是1998年 那他们是女性家族的人 然后在台中登山步道那边 在那边绕 然后用V8记录下来 那发生什么事 是因为一周之后 他们其中一位姐夫倒地不起 后面送到台大医院的时候 也是回身乏术了 那后面呢 在办理追尸会的时候 很多人就折连花 那也想到说有没有什么纪念物品 就想到说那时候台大区那里 有V8出来看看 一看到的时候就看到往生那个姐夫 那时候拍的影像 奇怪 他的虎牙那边好像长出了獠牙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也感觉我们的 对母后面带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 那他把这个寄给我们之后呢 我那时候就问那个拍摄的人 她是林家的女婿 她是吕家的女婿姓林 她说那时候我就拍到我们的对母 我没法夸到后面 夸到那个女孩 另外我全部的家众也没看到那个女孩 后面呢 我就决定说节目制作单位一探究竟 来到同样一个地方 同样的角度 同样的步伐 看看能不能拍出那个獠牙的感觉 但是都拍不出来 那我们就进入到田野调查 就拿那个影像 那有一个国小他非常热心 他就说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不是播那个联播的电视吗 他那时候就把他播出去 但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01V8 我们是采用邪巡的状态 因为他太明显了 结果呢 你要邪巡红衣小女孩 对 那时候不知道那么恐怖啊 那时候只是想 你要讲他是01V8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证明他是个人 那除非证明不了他是个人 举例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小三的一个小朋友跑过来 他说报告老师 我上周我看到这个红衣服的小姐姐 他放学的时候走在我前面 我就跟他走一阵子之后 他就突然不见 他就跟我们讲 另外我们就把那个影片 输出成A4的照片 问在地的阿伯阿伯 他就讲说 他这个多个人 另外这个孩子怎么好像怪怪 我们把这一段播出去之后没多久 我就接到高雄一位陈先生 他跟我说他亲眼目击到 因为有一次他在宴族 高雄那时候 他在开货车往山上走的时候 他奇怪 他怎么刚才一个转弯 招出一辆货车那个概念要同行同行 但是他发现很吊诡的事 那天是下雨 他在后面 烤过那个水裤了 是不是要噴水出来 但是他发现说水噴不出来 他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就塞下滚 想说要跟他操车 就看到副驾座有一个 穿着红衣服的女孩 出来跟他招手 他就想说这个 这十五个小孩看起来 这样闷闷 我们怎么看起来 好像阿婆的动作 这样 然后联络好之后 我们就说 那个陈先生 你要带我们走一趟 在车子哪里出来 你要拍给我看 然后另外在哪里招手 要告诉我们 最后他那个车子是怎么样 那个他就听到说 打洞啊打洞啊 然后鸡一下就卡在一个坎 那一个阿伯出来 把他弄车窗说 年轻的你很好奇的 你下去就绞胶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跟他重回现场 我们在他卡住车子的那个地方 旁边有个小小的竹林 架了一台V8 然后疫情队友就往上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事情 就找到了那个阿伯 那时候来救他的阿伯 阿伯说 对啊 那个地方有什么 车都卡在那里 他经常住 另外有一些情形 好像不太好 人都在那里落下 最重要的一点 很几年有一堆男女 殉情在那边 不知道有关系吗 他说到这里没多久 那个风云变色 天气突然 如果以科学角度来讲 那叫三百亚 但是风吹得像风鸡 他们就撤下来到原本的地点的时候 发现那个竹林也倒了 我们摄影机也倒了 你知道吗 那个小城看到那个状况 刺到这样 他想说 这是红衣小城还要来找一个麻烦 他就说他不录了 不录了 我们就反正前面也有拍了 那我们就慢慢也往下走 那就到一间董公真仙的庙 先请了一个福令给他带 他才安定下来 但是你知道吗 他就说他不要再接受我们采访了 因为他之前就是因为看到小女孩之后 他就感觉他很運气很不好 第一他头路已经没了 第二他没改离婚 所以后面他把电话改了 从此人间蒸发 再看一下 这个玫瑰职业制作人 今天冒着生命的 我也想跟我们讲说 我觉得算了 因为你制作这个节目 居然遇到很多惊险的状况 连你自己都差点赔上去 真的是这样 玫瑰职业鬼话联编 其实早期都是宣传 其实我也觉得都看完你们 鬼话联编才睡觉 真的 太好看了 胆子大 那时候早期是宣传艺人来讲故事 后面也记了一块石头的照片 他说那是石头宫 我们都没办法证实 后面我就请教一位 我们的灵学顾问 老师说呢 他们庙里面刚好有信徒 拍到不干净的照片 他放在庙里面 那个比较具体 我说那提供几张来给我们做单元 就叫做灵异照片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录那一集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录 所以录得比较晚 大概收棚十一点多 那一收棚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今天应该感冒了 因为傍晚那时候就不太舒服 但是你拍完之后 录完之后 那个照片要怎么办 因为那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禁忌 就不好意思 也请同事送回去 我自己状况也不太好 那我就心里想想说 自己负责那个鬼话联篇 但是连四张灵异照片 你都带不回去 我整天不要做 但是我想说 好了好了 不然就带在包包里面 那我从台市的八德路到北头骑机车大概半个小时 所以那时候十一点多大概十二点会到 那隔天早上九点多 我说痛得痛得脆掉了 它是由远而近的那种痛 痛起来之后 我看到这枕头上面怎么都是血 第一时间我想 这是谁的血 这是谁的血 其实是摔车 那时候真的会这样想 我是谁 现在在哪里 那种昏倒的真的会有这种状况 后面慢慢沉淀下来的时候说 我自己的习惯有写笔记 我就从那个包包里面 摩擦过地面摩擦过的包包里面 拿出了那个笔记 发现昨天就是民国八十三年元月十二号 零一照片第一天的录影 那那时候实在太痛 就赶快到赶到外科去 那你知道吗 那种摔车在这边 摔车之后 你没有马上处理 那个会长出肉牙来 所以他就没办法缝 回到家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说 早晨三点 你准重来 坐在那个堂顶的一直吐大气 我就叫你早去睡 那我在想说 奇怪 十二点原本应该到家 到三点才到家 那中间怎么了 那个是失忆的 隔天 我进公司 第一个时间 我就请教一位通灵老师 我说老师 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他说这可能 你住没清洗的东西回去 我说甘味人家 他说是 头一张用念的 人家电话 第一张不是 第二张不是 因为是第二张都算神机 他说就是这张 他这张是什么状况 他这张是一个车祸的废墟 那么他说是中间的这一位 应该算是女士 的关系 那这一张照片 其实比较接近是像那种 现场车祸的废墟灶 我说我跟他没在家 为什么他要找我麻烦 他说不是这样 一般意外往生的灵魂 如果没有得到超度 其实非常痛苦 就像溺水的人 你只要有东西可以抓 他就牢牢要抓住 所以说你在录影的时候 其实卡到你的身上 让你觉得好像是感冒 回家的路上 他就一直在伺机而动 多等你们都精神不尽 前天录影都要熬夜 回去的时候 看到一部即使的车 但是我们还是有反射动作 方向盘把他挽回那时 把手摔到地上 等于说轻微脑震荡就昏倒 但是我说中间为什么我停留三个小时 都不知道 他说那时 烦去烦 烦去烦 烦去烦去烦 一周之后 哇 这个灵异照片就爆火